欢迎来到郑伯仁律师法律讲堂时间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在美国打官司跟在亚洲打官司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这个官司系统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我们再次欢迎郑伯仁律师 嗨 Paul 你好 你好 其实官司谁都不愿意打 但是有时候无法避免要用到官司来解决一些纠纷 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有了打官司的一个经验了 所以我大概了解是什么样的状况 但是其实有很多的移民来到美国之后 还是有很多的所谓的shock 可不可以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它这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我们尤其是特别是像做老板的 经常会有一些这种法律上的一些问题 如果真的碰到官司纠纷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来应对会比较好 我常常跟客户讲说 民事形势在美国跟民事形势在中国是一点都不一样 所以你不要用中国的逻辑带来美国 美国是一个很透明的国家 那这意思是什么 97%的案子民事包括刑事庭外和解 所以只有3%的案子会审判 所以只有3%的案子会审判的话 为什么那么多案子会和解呢 是因为透明 所以在一个案子的过程 特别是刑事 如果你有证据 你一定要提供给对方 这是一个法律规定 你没有提供给对方 你就不能带到法庭里面 检察官如果要起诉你 他一定要把全部的算是证据拿出来给你 就是说你有 因为其实我们说上法庭的时候 就是两方要交战 但是彼此有什么武器 你都要能够透明化 你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不像就是说 我今天有什么样的证据 我可以暗藏 然后在法庭上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 是不可以这样子的吗 不行 那民事的话 您要要求对方 可是如果你要求的话 对方一定要提供给你 这个跟亚洲稍微不一样 因为亚洲都是透过法官来做事 所以今天我要这个东西 法官会说 OK 你应该给 那你就要给 可是在美国的话 几乎都是律师跟律师之间 法官不太参与这种问题 然后最后就把这个提供出来 那么另外一点 我觉得有一个蛮 就是说很多人不晓得的事 其实在 通常我们在美国住很久都知道说 在美国呢 其实打官司好像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说我要告你 但是呢 如果是在亚洲 在中国的话 其实打官司刚开始的时候 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不同之处 中国的法官 他的权力很大 他可以在案子很早的时候 把你的案子 案子拒绝掉 美国呢 你需要提供几乎一点 百分之零的证据 你就可以起诉了 那在中国是不一样 中国你几乎要把全部的证据 先提供给法官 让法官说 案子成立 那我们需要有一个开庭日期 美国呢 就是你没有证据 你就讲说 这个人欺诈我 这个人欺骗我 跟我违约 破坏我名誉 你就可以告了 一般的法官会 只有很少很少的情况 会让你的案子失败 在最前面 因为在美国的法 他是希望有一个透明的过程 觉得证据是以后会提供的 所以因为不是在最前面 很多的华人 他会觉得 我们律师费用怎么那么多钱 我们打官司的时间 怎么那么长 我常常跟客户讲 想说你相不相信正义 美国说相信相信 我们是不是一个法治国家 是 我要让你知道 正义是一个很贵的过程 然后你的目标 你会花很多律师费用跟开销 所以有的律师 当然他们是做抽成的 在雇员代表雇员律师 工商律师 他们是抽成的 可是这种的案子的话 有的时候也要一年半到三年 所以很多的 是伤财也伤神 当然 当然 虽然你没有付律师账 你要知道从你自己的角度的话 当然你有困难 因为时间也是账 所以就是说 如果说真的这个事情 到了一个官司诉讼的过程 要有一点点耐心了 要有很大的耐心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 如果说真的碰到这样的状况的话 有没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做来帮助 律师也帮助这个官司能够进行的比较顺利的 我常常讲说客户一般没有什么书面的文件 如果有书面的文件都是一塌糊涂都乱掉了 他把律师当成一个秘书 就把它丢给律师说你帮我处理 其实 可以处理啊 就是要多点钱 对啊 对不对 我都跟客户讲说 律师他懂法律 他不懂情况 他不懂这个严不严重 从你的角度 你知道说那个文件 在那一日那一月写的时候 对你来讲对你的案子多重要 从律师的角度 他唯一看的就是你签了一个字而已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都是觉得客户他最做错的地方就是 因为他讲说律师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知道呢 变成说律师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只有客户懂情况 我都建议客户一定要好好的分析给律师 没错要把它 因为你的功课做得足的话 那么律师就可以不需要再花这么多的时间 去了解这个所谓的情况 他可以从您提供给他的情况的一些细节 就可以告诉你说 在这个法律上面将会是什么样子的走向 其实这个是请律师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对不对 不是说请律师来帮你整理这个状况是怎么样 那另外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 那我想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呢 我请你来回答我 就是我相信很多 我们的华人移民有很多 有时候在中国有一些 比如说做生意啦 在美国也有做生意 但如果说这个生意上 有一些跨国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官司到底是要 在这边打还是在中国打 那这样子的方式是不是又更复杂化了 我们等一下再请郑律师来帮我们分析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次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